当谈到氢能源时,两个主要的应用方式是氢燃料电池和氢燃烧引擎。 它们在氢气的利用上有着截燃不同的方式。 氢燃料电池 1.原理 利用氢气和氧气之间的化学反应,通过燃料电池产生电能。 化学反应 2H++O 2A超 2.应用 主要应用于燃料电池电动车 VSAFE 例如丰田Mirrori和现代Nexo 也可应用于其他需要电能的场合,如无人机、发电站等。 3.排放 唯一的排放物是水蒸汽和热是零排放车辆。 化学反应排放 A抽 4.效率 高效能能源转换效率超过60%,较少的能量浪费,因为电能直接用于电动马达推动车辆。 5.除氢 可使用气态或液态氢进行储存,但常见的是气态氢。 储存方式需要高压容器或液态除槽。 氢燃烧引擎 1.原理 将氢气与氧气混合,通过燃烧反应产生动力。 化学反应 2H加价O 2H加价能量 2.应用 尚在研究阶段,一些汽车制造商使用氢燃烧引擎的原型,但尚未大规模商业应用。 3.排放 主要排放物是水蒸汽较少的二氧化碳排放,相较于传统内燃机。 化学反应排放 A抽 4.效率 效率较低,大约在40%到45%之间。 能量转换过程中有一些能量损失。 5.除氢 通常使用气态氢需要高压除罐。 总体而言,氢燃料电池被视为较为成熟和环保的氢能应用方式,而氢燃烧引擎则需要更多的研究和技术发展。 在两者之中,燃料电池在能源转换效率和零排放方面具有优势,但两者都在推动氢能源应用的不同领域取得进展。